除了講到死神的形容之外 講到一個很重要的戰爭 最重要的戰爭就是死亡之神被粉碎 我們講兩段 其中一段巴力的文字叫做Epic of Cotter 上去問你講到國王有病和整個地上有瘟疫、疾病、死亡出現 有悍災、瘟疫、疾病、死亡 這幾件事在神話中或當時的中東都會一起放在一起討論 因為很簡單 有罕貴、沒有預稅、沒有生產自然會有飢餓 會有瘟疫、病出現、最後會有死亡 所以這些主題經常都會放在一起講 在上文說到地上不夠食物 因為沒有雨水 所以有饑荒出現 因為沒有食物的緣故 在烏加利的眾神會裡面 那個最大的神叫El 上一次也提過 他就做一個女神出來 那個女神叫Shataka 做了這個女神出來的時候 讓這個女神將疾病和死亡拿走 以至烏加利的王是能夠健康一些 能夠有康泰 以至那個王又平安之後 再有雨水、又再有食物出來 這一段說什麼呢 就是做了這個Shataka 出來的時候 Shataka 要做什麼呢 他就是要將死亡來粉碎 就說這個Shataka 可以將死神來打敗 所以Shataka 離開了神的眾天庭 然後就進入了這個王的房子 那個王就是Kataka 進入了他的房子 然後進去他的王宮裡面 代表他就粉碎了死亡 然後就給了一個王 有王有健康 當時的中東的王就是那個神所設立的 那個去保守著一個國家有平安 有雨水 他可以代表這些眾民來討告 向巴勒討告 然後有雨水有出產 以至大家能夠有豐收等等 所以那個王很重要 那個王健康也很重要 所以這個L就做了Shataka 來戰勝死亡 之前我們提過一個 巴勒的循環裡面 那個神話 就說這個罕貴完了的時候 巴勒就被摩特所吞平 然後他的老婆Anat 他就出來去復仇 就把這個魔特殺死 這一段就最清楚 這裡說到就是這個Anat 這個女神 就抓住這個死神的 死神的魔特 就用劍來砍開他 然後好像用篩子去宣洗 去篩選他 就好像有那些菊 來去Werno 將他打散 所以你會看到這個死神 雖然有這麼大權 但是在這個循環裡面 他永遠都不會說 是有絕對的權力 因為最終 這個Anat就是將他打散 然後 那些巴勒 巴勒 就在這個 Underworld 這個陰間 能夠再被復生 我們講開這個Mater Mater Mater 有什麼名號 或者他出名是什麼 我們再看多一段 然後才進入伊利亞的故事 在這裡看的時候 你想一下 伊利亞的故事 是這樣寫出來 交代一些這樣的情節 是為什麼呢 就是我們給予研究 所謂我們拿經外的文字 來做一些對比的時候 給一個背景的時候 我們就更能夠清楚 為什麼那些故事會這樣發生 除了我們說 如此真的發生過之外 看看為什麼 那些聖經作者會這樣去堆砌 伊利亞的故事 其實想做些什麼 我們繼續看下去 這個Mater的名號是什麼 其中他有兩個雙重的名號 就是死亡和解散 Death and Dissolution 死亡和人死 即是家庭有解散等等 所以他的名號是這樣的 我這裡引用 有一本大典 美國這本大典 就是很多近東的學者 寫有關近東的宗教 特別是一些神和魔鬼 Deathies and Demons 這本書就成為了一本大典 一本百科傳書或者字典 這本幾新的書 有一段文章 就是講到Mater的神 除了講到他的名號 是Death and Dissolution之外 就是說他是什麼 這個Mater Mater 是拿著喪親的權杖 也是拿著寡婦的權杖 這裏很奇怪 為何會說這件事 喪親很明顯 因為他吞死了巴黎 沒有雨水 然後沒有土產 然後有飢荒 有飢荒出現就有病 人們就會軟弱 然後就會死亡 所以這個Mater 亦都有這樣的權柄 就是他拿著親人的生命 所以他有所謂Bereavement 喪親的時候 哭號那種權柄 還有他有什麼 就是寡婦的權杖 為何會有寡婦呢 因為那些男人死了 女人就變成寡婦 所以他們不單止喪親 他們都自己變成寡婦 所以寡婦的出現 或者有寡婦 為何呢 在巴黎的神話裏面 就是因為這個摩特 是掌管著人的生命 吞世人 被人死亡 所以就會有寡婦出現 所以寡婦 我們一想寡婦的時候 不單止想起 近多社會裏面這些寡婦 是社會裏面最低下階層的人 或者無依無靠的人 其實跟這些神話很有關 就是這個摩特 造成寡婦 誰得罪他 這個摩特 就會將他變成寡婦 所以他擁有著很大的生死截權 這個就是摩特 所以在巴黎神話裏面 除了交代巴黎去戰勝 淫之外 即是混沌大水之外 亦都有很多章節 特別來交代巴黎和摩特之間的爭戰 因為巴黎要去到掌管雨水 掌管著生命的時候 他就一定要打敗這個摩特 一天摩特 未能夠打敗 這個生命始終都很脆弱 所以一年又一年 一年又一年 這個循環裏面 巴黎就不斷要去到 對付死亡 除了大水之外 就是死亡 我們剛才說一路看巴黎的文字的時候 就想一想以利亞的故事 以利亞的故事 為何會交代這樣的主題 我們由17章第一節開始 以利亞的故事 是講到先知被供應 上帝說你去到一個溪旁 然後由烏鴉將肉帶給你 然後你可以喝溪裡面的水 總是在旱災裏面 沒有魚 耶和華說什麼 我會供養你 所以耶和華才有給水和給食物的權命 他是掌握生命的唯一神 不是巴黎 第二個故事是說什麼 第二個故事就是 以利亞去到西頓 薩拉法這個地方 就去找一個寡婦 然後那時因為刊了太嚴重 剩下的油和麵粉是很少很少 以利亞的故事 17章 《列王紀》中間的故事 就講到 上帝去到供應一切的需要 連寡婦和他的兒子 都能夠養著他們 先知也能夠養著他們 只要憑信心來相信這個真神 耶和華是掌管一切的 第三個故事 17節 這事之後 第三個故事 那婦人就是那個寡婦 就是那家裡的女主人 她的兒子就生病了 病得很重 並且沒有氣息 死了 婦人就對以利亞說 那天神引我和他有什麼關係呢 你竟然到我自己來 在上帝 你要記起我的罪 以至我的兒子死 這些都是很近東的概念 因為有一些咒座臨到的時候 死亡臨到 就代表 我一定是和那個神明之間 有一些不好關係 得罪了他 想起我的罪 所以我的兒子現在要得到這個虛場 有咒座 以利亞就跟他說 把你的兒子交給我 以利亞就從婦人懷中 接過孩子來 抱他上去鎖住的頂樓 放在自己的床上 以利亞把你的兒子接過來 一個死了的人 他就求告耶和華 耶和華說我的上帝 我寄居在寡婦的家裡 你卻降災給他 洗他兒子死了媽 於是三次伏在孩子身上 扣高耶和華 耶和華說我的神 求你使這孩子的生命歸回給他 耶和華聽見以利亞宣誌的呼求 孩子的生命歸回給他了 他就活著 死而重生 死而復活 以利亞就把這個孩子從樓上抱下來 盡了房間 就給他的母親 看你的兒子活了 婦人對以利亞說 現在我知道你是神人 耶和華即你口中所說的話是真的 為什麼會記載這個故事 除了自然地發生 沒有幾年的下雨 然後沒有出產 人就會有饑荒 然後死 其實記載這個故事想做什麼 由第十章章第一節開始 以利亞就是出來 和以色列國 特別是阿哈王 就是宣告的一件事 就是 耶和華才是真神 不是巴力 阿哈是引進巴力 把菲利基的宗教 他的假神引進入莎馬利亞 和以色列國 以利亞做什麼呢 其實是做一些所謂的護教學 一些所謂文化護教學 cultural apologetics 就是這個文化裡面告訴我們 巴力就是掌管所有東西 雨水 食物 以及生命 他打敗那個摩特 以至他能夠降雨 但是這裡說什麼 這裡一個又一個故事 就是將一些巴力神話裡面的主題 針對那些主題 然後有一些神跡發生 這些神跡就是指向 耶和華才是刺雨水 刺生命過的神